冬至吃饺子喽 大家好,我是承飞 这冬至了啊,咱们来吃一个自助饺子 这家店姓诺佳 之前咱们拍过南开戴卫城那边店 今天这家店是友谊新天地的姓诺佳 三十六一位,走吧 手工水饺 有种馅 然后厨师师傅正在这里面心心脱脱的包着 它的菜品非常丰富啊 各种凉菜热菜小吃 这边是一些小菜 水果 零食 最后是这个调料区 这边是鸡打饮料 这现在这餐饮业也确实不容易啊 像今天 今天其实是冬至前一天啊 这个中午十一点四十了 算上我,就三桌客人啊 都没什么人 他们还把除了饺子以外的其他的热菜都摆满了啊 这个 一方面是相当敬业 一方面就是 可以预见性的会造成浪费啊 都有点替他们心疼了啊 现在锅还没开 咱先吃点熟食吧 就是上 根据我上次经验啊 就是这些熟食挑点 自己觉得好吃 爱吃的就行了啊 不要弄太多啊 毕竟说实话啊 他这些其他菜品的水平相对来说 不是特别出色啊 应该是锅包肉 吃个酸甜味还是没问题的 炸鸡柳 相当大个儿 这个时候可能大吃的很过瘾 里边肉也很嫩 好油啊 而且好像就是一个 放到酱油炒了一下啊 方便面调料的味完全没有 炸方便面不太行 凉菜一会儿找的吃多了 挺腻还是可以的 啃个酱骨头 这肉好大好磁石啊 但是真的缺点就是有点 就是炖的不够烂火啊 也确实太此事了 玩得不好咽 太噎了 冬至吃饺子喽 下完饺子 下完饺子之后 记得用这个勺子 剥冷一下啊 防止它粘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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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第一锅煮好了 咱先把这一剩下的往里放 它这个每个馅都会给你放一个贴纸啊 防止你最后下的不知道是什么馅饺子 不过你要是如果混合煮的话 你最后吃的时候也就分不出来了 那咱开始尝尝吧 盛了两勺醋 放了点酱油 辣椒油 还有蒜泥 刚才好像是猪肉回香 这几种馅混音协助就是分不出来了 这饺子薄皮大馅的 里边汁水非常充足 羊肉香菜 吃着还是非常可以的 上次去另一家店吃 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太热了 不过这冬天倒还好了 冬天吃饺子就没有那么热了 也没错 看来我们吃饺子 有点准备 不过这一天 等下来吃一看 等下来吃一个水 点减要水 不飞 在水 你现在也是不飞 就也不飞 不过 你是不是这种 好吃的 油 他吃到 油 虽然我这块分不清什么馅是什么馅了 但是这是它那块毕竟标的还是很清楚的 你喜欢吃什么馅去拿就可以了 味道绝对是没问题的 拿去拿去把鸡蛋吃饱了 还是一旁煮一旁吃 别浪费这个锅的火 这条鸡蛋现在是不够还小火 这白白胖胖的大饺子还是非常诱人的 这不得不说冬天吃饺子 就是比夏天吃舒服 夏天吃饺子本身就热 在没空调的话 那叫一个难受 冬天就不用在乎这些 这一大盘这个馅都是同一种 肉三鲜 是肉三鲜吧 看着不像 还是有的 不知道这个虾仁能不能看见 中间那块 三鲜放了个小小的虾仁 最后这两盘好像是韭菜肉 这一盘多少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一盘七个 行 桌上没饺子了 咱再去拿点 最需要注意的是 咱们拿完第一波之后再拿的时候 一次别拿太多 勤拿少取 少量多次 避免到最后这饺子吃不完 剩下浪费 毕竟这种主食确实也是很顶的 很管饱很顶饿 一次煮两盘就够了 这个馅 这个韭菜肉的稍微有油油偏咸 刚才其他的馅都还挺不错的 这最后这 不是最后了 成最后了 这个韭菜肉的感觉有点偏咸 可能就是今天调馅师傅 这个调馅的时候手抖了一下 多放了点盐 那行 其实这家店也就没什么可以介绍的了 就是一个饺子还是相当不错的 36块钱 然后店里的东西也相当多 让你就是从心理上能感觉到值回票价 那行 剩下时间我都自己慢慢吃了 祝大家冬至快乐 希望我的视频能够给你带好的一口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自己慢慢吃了